信号异常 雾点 暴雨淹水 这是新加坡地铁的日常 看在享受便利北捷的民众眼里 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北捷也曾在纳利峰灾淹过水 这些宝贵经验 让新加坡都来取经 台北Metro is hailed a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subways in the world 为什么成立30年的新加坡地铁 要向北捷学习呢 其实有这三个原因 北捷读物点率很低 看看以下这些数字就知道 新加坡地铁平均行驶16万公里 就会发生一次超过五分钟的延误事故 香港地铁行驶52万公里发生一次 而北捷80万公里才发生一次 北捷的行车状况除了重大意外 平均处理时间大约两分钟 如果搬车延误 五分钟内就会告知乘客 北捷201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提到 旅客满意度高达99.8% 网友也觉得 时常搭捷运 真的很满意 谢谢北捷及相关人员的辛苦与努力 台经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